好 另外呢 印彩玲现在关心的是 女儿的情敌 这是呢 因为女儿徐子婷 七年前 因为呢 男朋友劈腿巡短 结束了22岁的生命 当时候扯住的第三者是 钱柏渝 而现在呢 印彩玲跟钱柏渝狭路相逢 在同台呢 标新戏 那么巧合的是呢 演她的 女儿的简蔓叔的小三 那么印彩玲说了 死的没了 那么就给活的人一个机会 她会用同理心 换做是她的话 也希望 别人原谅自己的小孩